你这妈你这辈子对孩子 你教了一个这么好的孩子 这就是你最大的没得 这话说的确实实实修实 你觉得她很优秀 她是很优秀 没养坏 那是当妈妈最大的成就了 对不 妈 你很伟大的 你是一个最棒的妈妈 真的 然后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好不 嫌吗 娱乐圈有很多让人羡慕的夫妻 比如说英能静和群浩 虽然两个人有不小的年龄差 但是生活却非常幸福 即使秦浩很不会说话 但是呢 也会用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对英能静的爱 可以说是实力宠妻了 在婆婆和妈妈当中 大家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秦浩 这一次啊 老婆弩石垂了 今日 晨风破浪的姐姐也关训了选手阵容 英能静作为年龄最大的姐姐 也成为了首位关训的选手 你关注小作文的长度 我姐在意人生的厚度 泪和推赛只是过过嘴瘾 姐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 英能静也再次写起了小作文 长篇大论的概括了 自己从15岁出道至今 获得过的荣誉 但那个时候的自己呢 并不快乐 白天笑晚上哭 那而这一次也决定要做回自己享受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却相当的辛苦 在英能静的抱怨之下 秦浩也霸一次的呼吸 表示想退就退吧 赔钱我们就赔呗 从你来说我真的是心疼她 我不是心疼她受苦受累 我更多的心疼她是精神上面承受的东西 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我知道这个圈子是什么样的 大家的竞争啊 比如说大家的那个需要那个压力 我不舍得让我老婆出去 再跟他们 你明白吗 就到这个江湖上兴风雪雨 我就不舍得她 你家多好啊 就是安安全全的 这个也不用那么多压力 非要出去兴风雪雨的 又冲出江湖 我是心疼她这个 然而面对秦浩的宠爱 英能静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 依然在努力着 秦浩和英能静两个人的恋情 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相差十岁 女强男弱 老牛吃嫩草 但英能静呢 总会选择以最温柔的方式 去保护秦浩 面对舆论 英能静会站出来不厌其烦的解释 面对工作低谷 英能静会让秦浩坚持自己 不让他的才华被压力磨灭 面对感情 英能静总会最直接的表达爱意 试问 能够这么细心在意自己感受的伴侣 有哪个男人会不爱呢 6位9号秦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 偷拍英能静学舞蹈的视频 并配文 这段视频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 10号 英能静转发这条视频 并且称秦浩是 欠揍的姐夫 还质问他 你到底是哪个姐姐派来的卧顶 十分搞笑 视频当中 英能静跟着舞蹈老师学动作 略显笨拙 那举着手机偷拍的秦浩 忍不住笑出声 视频的最后 英能静对着他隔空一角 画面中 身穿白色T恤的英能静 正跟着老师学习舞蹈 不料直男秦浩 却忘记了看美颜 一下子暴露了52岁英能静的真实状态 素颜的他虽然依旧活力满满 但还是抵挡不住脸上的憔悴 果然年纪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大家觉得英能静状态怎么样呢 群浩还幽默的配文 这段视频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 大家赶紧看 看完也别转 如果明天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发微博报平安请播110 粉丝们看后啊 纷纷评论 哈哈 你们小两口啊 太好笑了 还能看到你的下一条微博吗 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了 我感觉今晚你一定会跪键盘的 面对疾风吧 手就会这样 到这的时候还是正的 你给我摆一下 小心 你给你给我摆一下 你给我摆一下 但是我就要这样就把 放着架 放着架 定住定住 到这 到这的时候就架了 到这的时候就架了 对 对 好疼吗 好疼吗 随后呢 一能进转发怒斥秦浩 别的姐夫陪走居场买大皮香加参加汤 你这个欠揍的姐夫每天叫我睡觉不要练习 要我撒开来吃别怕胖 劝退谢我底 说你到底是哪个阶级派来的卧底 谁付你钱了 而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秦浩在微博上发文表示这些网友不讲究 说好的看完别转 这下都知道了 不过我是从内心深处 深刻的觉得我永远的偶像一能进士舞蹈天才 哈哈 这求生意义这么强大的吗 不过说实话哈 这在线户怼都撒了满满的狗粮 我承认我吃了 你有被他们的爱情给填到吗 畢竟这些网友 在内心里脉迷了